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失利 讓內閣改組的呼聲不斷 改組幅度如何也是備受關注 而時隔了七百四十五天 總統蔡英文今天是親上火線受訪 被問到內閣改組的議題時後 她表示時候到了 就會和大家來報告 現在不用急著詢問 時隔七百四十五天 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接受媒體聯訪 坦言副總統賴清德是合適的接班人選 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挫敗 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辭去黨主席職務 內閣改組呼聲不斷 其中國安局長陳明通爆發的論文爭議 宣後遭黨內外點名取了問題 蔡總統並未正面回應 而被問及禁制國人遭誘騙制柬埔寨 以及台南雪甲槍擊案至今仍未破案 如何補強社會安全網 蔡英文也做出回應 我們還是要強力有強力的作為 讓這一些擾亂社會秩序的這一些人 或者是事情 我們都可以做有效的處理 我們看到社會安全網的整個建制 當然都是要一步一步努力的 我們看到過去所發生的社會的治安的案件 另外針對中國1月8日邊境解封 未來兩岸交流是否有更進一步的措施 蔡總統表示固然現在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相關防疫措施也都逐漸慫綁 但是還是要注意疫情反覆 對於未來防疫部分收放之間要如何拿捏 行政院決策時會以專家建議 作為最重要的參考 記者華曼謝震琳 台報道